我是阿瑪士爸爸的老婆 我今天又有努力工作 有網友跟我說 問我九龍區哪裏有新樓 又有景觀好 交通方便 有個靚頭網 沒問題通通收到 我們馬上上樓梯 我在想 如果將來我的小朋友 在下面這麼多間名校 其中一間入讀到的話 我就已經還得神樂了 附近的學校包括馬尼諾修院書院 美國國際學校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拔萃小學 以致在隔壁街的那莎書院 好 我們來到客廳的部分 這個單位是1258呎 是四房兩個套房的 我們這個拍飯廳 其實大概400呎左右 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 超大型的85吋大電視 這裡之間其實跟梳化 是有3.5米的距離 所以又不是很有壓迫感 我們再過來 飯廳的部分 這裡放了一張錄人的大棧桌 接著之後也設有對流窗 這邊是向南 我們剛才陽台那邊是向北的 就可以做到一個南北通的效果 全屋都已經未有智能家具 可以控制全屋的燈光 窗簾和冷氣 你想像一下夏天 你還沒回到家的時候 可以預先開定冷氣 回來就不會熱痠痠 就可以涼痠痠 你說多好 廚房用上大量的德國名牌的爐具 有三面的工作台 這裡又有雙升盤設計 接著這邊又有洗碗碟機 這個雪櫃品牌中的天花板 接著那邊也有咖啡機 微波爐 紅酒櫃 但是很奇怪 為什麼在廚房裡會有一部冷氣機 一個字 絕 看完廚房我帶你入沉區看一看 首先第一間就是小套房 來到主人房的部分 我們首先看一下主人房的景觀 是跟客廳一樣的 整個九龍堂一線景就起你腳底 全部腳下的都是有錢人 非負則貴 一個君臨天下的感覺 如果以相同的景觀 其實可以看到對面 山頭上有一個提山 提外 其實那邊的孕心 就在說這裡的幾倍 如果有機會大家想看那邊的話 都可以跟我說 主人房佈局分明 可以做到三邊落廠 另外這邊有一張很漂亮的梳妝桌 發展商已經做到頂的衣� 其實空間都寬敞 我們進來主人房的套間看一看 主人房的套間都像有智能家具 跟客廳一樣 例如你晚上進來臨睡的時候 一天發覺外面忘記關燈 你都可以在這裡控制 你見其實很多都是以玫瑰金的 式件去打造 加上雲石 其實設計都挺簡約奢華 我覺得挺漂亮 另外這裡是乾濕分離 可以有棋缸和浴缸的設計 說不是說笑其實也挺漂亮的 這個廁所 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其實在九龍塘區 你要找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段 又是有新樓的供應 其實是很難的 這裡除了交通方便之外 地段好景觀也好 至於價錢也不錯 你找糯米糕買 我給你一個特別大的折扣 我說的 龍藥 真是呀 真是呀 如果還有哪個項目想看 或者哪個區份想看的 記得留言告訴我 溫訪就不夠 不買飯不夠 我們三次正